我先随便坐一会儿 我让谷让他去叫车了 回宿舍的话晚一些 应该没事吧 他会不会没钱办婚礼啊 所有人都给他压力 他还得跟我爸妈这一关 那他负担会有多大 小鱿鱼呢 他应该跑到下面书房就饵了吧 小鱿鱼 淼淼 现在整个KK的人 是不是都以为你要跟我求 都以为你要跟我 我很快 结婚啊 我知道的 他们这些人平常训练的 比较压抑 这一有风吹草动就一传十十传百 比较八卦 你别往心里去 是他们传的呀 我还以为是你 没什么 他们 他们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 我不会理他们的 我比较在意的是你怎么想的 那你去 怎么了 那个 现在太晚了 一时半会儿叫不到车 要不然我开车送他走吧 没事 一会儿我来叫 你去休息吧 好的 你去休息吧 那你觉得我在想什么呢 你现在是不是没钱了 我知道战队需要钱 你招进爸府又需要钱 如果我们两个现在结婚的话 肯定还是要花很多钱的 所以你是觉得我没钱了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是吗 我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不想让你压力那么大 所以我不希望你对我有 任何的隐瞒跟勉强 那你现在有什么隐瞒和勉强吗 我没有啊 你还是没理解我刚才说的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我们之间 可是郑辉住进你家 你不是也没告诉我吗 我当时怕我跟你说完以后 你会担心跟生气嘛 所以我就没敢告诉你 所以其实你也有不了解 我的地方不是吗 那你也不是很了解我呀 上次去你家爷爷在的时候 我根本不能吃芒果 我对芒果过敏 结果把那盘芒果还是给吃了 那你干吗要勉强吃芒果呢 因为是你给我削的呀 我吃完那盘芒果我很开心啊 我就没想着我过敏了 你自己刚才说要坦诚相待 你不跟我说 我怎么知道你不能吃芒果呢 我是没跟你说 那那件事算我错了 行吧 可是我是个小女孩 那有的事情不是说 都得我告诉你的呀 那爱一个人 不是就应该去观察吗 那 那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就应该去观察我呀 所以我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 如果你了解我的话 你就会知道我吃芒果过敏 我喜欢吃草莓 我不在意你有没有钱 我只在意你的未来有没有我 我喜欢某无话不说的样子 我不喜欢你这样想东想西 好好好 我们先不要吵下去了好不好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 先冷静一下 好吗 冷静一下 但是我还没有说完呢 我一定是听到要结婚紧张了 她明明就对我很认真啊 我已经很喜欢她 对她很满意了 我是不是应该去找找她啊 算了算了 还让他情绪缓缓 别去吵他了 我是不是猪头 为什么又说这些话 老大 大嫂安全上车了吗 应该有吧 我出去一趟 老大 我出去一趟 老大 奇怪 怎么都没反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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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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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